外面狗转採检 抵达国门后 入境单一通道 打包小包 还有推着婴儿车 第一关 现场观察 不用两分钟 旅客接续补上 淘机二航下户外 拓业採检站 不见大牌长龙 整套流程 入境后收到简讯 再出示居检相关书面 和申请凭证文件 就能领取快筛计 采集拓业 在飞行的过程中 由于在飞机上干燥 喝水不是一个 经常进行的一个选项 所以会使得 在拓业採检方面 其他的错误率会略高 随着国内国际机场防疫 防护力提升 一号开始针对欧洲 中东 韩国东南亚 以及印度航班 取消原本的落地 一边采验后 等于全面实施 拓业采集检体 就可直接搭车离开 进行入境拘检 那当然会根据 相关的一个 被查出来的一个 染疫率的情况 那也有可能 应该是会逐步的来放松 我们认为病毒的清除 大概会需要7天左右的时间 快的话3天 晚的话大概9天 取决会是在于 说从诊断到 有症状到快晒差几天 所以今天如果缩短 隔离天数 最大的风险 大概就是说 在解隔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相当量的病毒 国境大门 检疫条件放宽 省去了现场 花上一个小时 等候PCR 结果出炉的时间 但每一个关卡 都得经过专家审慎评估 避免挤压 眼前紧绷的医疗量能 大约新闻 萧志杰李建宽 综合报道